凌晨五點多 一名男子穿著灰色連帽外套 騎著一台白色機車 停在門前下車掏出鑰匙 開門進屋 一連串的動作看起來沒什麼異狀 但是半小時後 又匆匆忙忙跑出來 沒過多久 住在裡面的一位27歲女子 到派出所報案 表示這名男子 闖進他的房間內 拿走了現金800元 原來這名男子一年前也曾在同樣的地方租過房子 但欠了房東三個月房租 搬走之後 沒想到竟然還留著備份鑰匙 因為男子在台中工作不順 缺錢花用 回到高雄 加上又有鑰匙 讓他動起歪腦筋 闖入這棟租屋處 讓被害女子嚇壞了 怎麼會睡覺睡到一半 竟然有陌生男子站在房內 威脅交出身上現金 還要求女子不能報警 那被害人因為 就只能頻頻點頭 那這個犯嫌很自然而然伸出他的手 打開這個 就是跟他用小模組 做這個打勾勾的動作 等到嫌犯離開 女子立刻到派出所報案 警方巡線到嫌犯住處歹人 也搜出犯案用的鑰匙 和搜刮來的現金 26歲的劉姓嫌犯直接認罪 也讓警方在短短兩個小時內 將人逮捕歸案 記者吳郭智恩 高雄報導